Hello 今次和大家介紹的是Leica M10D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今次介紹這部相機剛剛好是一個好例子 往往會反撲歸真 很多人的認知一部數碼相機一定會有顯示屏 但偏偏這部Leica M10D是沒有顯示的 但相反很多的Leica粉絲反而喜歡切菲林的感覺 今次我和大家介紹這部相機 這部M10D其實是一部數碼相機 但有一個菲林相機的外形 你看看 完全是一部菲林相機的感覺 至於拉菲林的位置 它是動的 亦有咳咳聲 但其實它是沒有功能的 機械部份沒有功能 但是在操作部份 是可以做一個Helm Grip的幫手 你看我現在這樣拿著 都可以很穩定 單手拿著 如果沒有了就會很辛苦 很容易跌 這個是非常好的設計 還有這裡後面的位置 分別有幾樣東西 教Wi-Fi 教授、穿機、空機和飾機 三個動作 還有這裡可以調到EV值 EV加減 其他也在不用穿機的時候 可以看到 ISO是多少 一樣是 滴上來就可以扭回設定ISO 好像Default設定為100 快無速度可以在這裏調校 另外還要講一講 它是可以用Live View的 這個是Visuefax M10、M10P都可以用它 這部M10是很特別的地方 一樣是用Live View的 雖然它沒有Display 但配合了這個Visuefax 是一個電子觀景器 插進去的時候是可以用來對焦的 對於一些拍攝近攝、大光圈、長焦距 絕對是如虎添影 現在教大家用這個電話 把M10D的相片放出來 現在有一個新的LeicaApps 近期才有的 這個Apps可以在App Store 它的名字是Leica Photos 你安裝之後就可以了 因為時間關係 我已經事先安裝了一個 叫LeicaPhoto的Apps 在這裏 之前我已經接駁了 你要設定的話 就是把相機撥到Wi-Fi 這個部分 一開啟它會問你聯繫 聯繫的話 你只要在底部 探索QR Code 就可以了 QR Code 在下面 可以跟電話 大家溝通 這個是之前用M10拍攝的 這些相片 很快便可以放大 也可以放大 縮小 可以選擇 然後下載到手機 譬如說這張相片 可以下載 在Wi-Fi 可以直接看到 有紅綠燈閃 接著便可以載到手機 看看這張相片 這是全大尺寸的相片 再開啟照片 可以下載到這裏 其實其他相片都可以一次過 譬如你想一次過選擇幾張 可以一次過下載 就可以這樣做 另外 還有一個可以設定不同的東西 譬如電話內可以設定 不過這個只是有英文版 譬如我曝光的範圍 Wide Balance Final的Format 最大的ISO 這些魚出來推出很多細節 可以在這裏設定 那我就不詳細說了 我們不斷會有攝影器材的介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你給我一個Like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最好按下旁邊的小鐘 一旦有新片上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可以通知到你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